嗨你好,我是劉奶爸 这一集我们要来讲开课平台懒人包 如何让公司又小又闲又赚钱 如何去建立零风险的被动收入系统 将运动列入你每天的工作行事立宗 让生活不再焦虑 让身心都更健康快乐 首先来说一个发生在我身上 关于过河拆桥的故事 让我学会了创业的风险 2002年的时候 我在震旦集团下的护胜影机公司上班 每天要跑8家客户 负责影印机的保养维护 送发票,送A4纸箱,换碳粉 都是我的工作 平均每一家客户一个月都会拜访两次以上 在那一年,我认识了很多工厂的老板 其中一家工厂是在经营DIY家具的批发 很类似现在的IKEA 专门供货给大卖场 有一天,我灵机一动 这些DIY家具很适合在网络上做销售 何不成立一个线上购物车来卖呢 于是我大胆的要求工厂老板 能不能给我批发价 我在网络上卖看看效果如何 那个老板说 通常要批货就要有量 不过呢,看在我那么认真又 已经熟识了一段时间 就让我慢慢看 反正他们也没有试过在网络上卖家具 不知道效果会如何 当天我很开心 我就拿了6折的批发价 然后自己利用免费的OS Commerce 购物车的驾站软体 就开了网络商店 收款的方式呢 就直接用ATM的汇款 三个月之后 我的业绩来到了每个月10多万的营收 净利润呢 每月接近3万块 已经打平了一般上班族的收入 当时我非常开心的告诉我太太说 接下来这个网站就让你来经营 你可以辞掉工作了 然后我要离职去创业了 专心在网络上卖东西 没想到呢 过不到两天 我接到一通电话 就是这个DIY家具工厂的秘书小姐打的 他告诉我说 不好意思 我们老板说 不能再供货给你了 很抱歉 我问他说是什么原因 他说因为他们老板决定自己到Yahoo开店 自己上网卖 所以不方便再供货给我了 当时的Yahoo开店是一年13万吧 那那个时候对我来说真的有如晴天霹雳 因为我努力了三个月 让产品在网络上打出了口碑 结果呢 却被断了货 都怪自己当初透露了太多 我在网络上行销的一些技巧 给他们老板 那这样子被锅盒拆巧呢 是我出社会碰到的头一招 不过呢 后来我感到非常的庆幸 因为当年我才28岁 我就遇到这样的事情 这让我在之后的创业路上 更加的小心谨慎 我告诉我自己说 未来绝不能再让这种事情发生在我身上 至于后来的DIY家具老板 在网络上销售结果如何呢 据我所知 好像在一年之后 他们的网站就停了 网址也找不到了 什么原因我也不想追究了 到了2003年的时候 我销售网站和邮件伺服器的软体 为了不再重蹈覆车之前令人遗憾的事件 我第一件事呢 就是恳求厂商 能不能让我把产品的logo换成我自己的 让我打自己公司的品牌 否则呢 我如果在网络上辛苦建立了知名度 然后客户去google一下就找到原厂网站 那我不就一直在帮别人抬轿 永远在做白工吗 幸好呢 那个厂商答应了 所以接下来的八年呢 我一直努力的在打响产品的知名度 这个产品就是info box 邮件伺服器 我成功获得了200多家企业用户的采购 包含许多上市公司 还有很多知名企业都是我当时的客户 因为有了28岁当时被厂商过和拆桥经验 我往后的八年日子过得还算顺利 收入也还算稳定 所有的客户呢 都是透过网络搜寻 而找到我的公司网站 因为如此 我在2012年开始萌生了 网络行销的教学念头 我就把八年来的网络行销经验开课分享 当时的网络行销其实还算简单 靠的主要是SEO的关键字搜寻牌 因为产品比较冷门 所以当时我的同业还不算太多 竞争比较少 所以我在市场上先切入网络行销的领域 然后就获得很好的排名和不错的业绩 2012年初 我先从免费架设网站的课程开始教学 透过Google的Blog Webly的免费架站 或Wordplace的架网站课程 开始有了一些学生 然后我又推出了Blog行销 影片行销文案撰写Email行销等等的课程 我那时候是将课程影片都压在光碟里面 然后发售这些光碟片 让我没有办法上实体课的同学能够购买课程 到了2013年之后 台湾的网络速度逐渐成熟变快了 我就开始架设影音网站 取代原有的光碟片来发售 这不但改善了软体教学更新的困难 也让我的学员遍及全世界 只要有华人的地方都能购买我的线上课程 我终于开始体会到这种被动收入带来的美好体验 这个影音网站搭配会员的系统 可以让购买线上课程的学员付费后 就可以登录账号去观看他的课程 我称他为线上开课平台 对我来说 这个线上开课平台改变了我的一生 从2003年创业数年之后 我才逐渐迈向年收百万的生活 但是有了线上开课平台之后 我的公司业绩在一年后 突破往年业绩平均的十倍 终于让我可以在桃园市买自己的房子 更重要的是 以前我卖软体伴随伺服器的那个主机 我每个月必须囤货数十万 而且这个资讯设备它的台湾周期非常快 有时候三个月没有卖掉的话 产品价格有可能就跌了一半 所以资金周转的压力很大 很怕这个库存也消不掉 就算网络上的来客数量再多 我能接单的数量也有限 因为每个客户都必须到场做简报 安装 试用 溢价 装机 转移系统的时间 一个月能够接到五个客户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因为接太多我也做不来 但是这个线上开课平台完全没有这些问题 不管客户的数量有多少 系统全自动运作 客户线上下单 由系统自动开动账号 就算有人在睡觉 客户也可以自行付费后 登陆系统去观看课程 真正达到了全自动被动收入 我要做的就是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更新课程的内容 第二件事情就是回答客户的问题 所以这大大的节省了我的时间 我全部靠电脑系统 一个人就完成了一间公司要做的很多事情 这几年来我花最多时间的事情就是充实自己的专业知识 我到处去上课 看书 买别人的线上课程 或是国外老师的线上课程来进修 然后吸收消化之后 我再去制作我自己的线上课程 如果这样的生活是你想要的 或是您对教学充满了热忱 或者是您希望透过线上开课达成百万千万的年收 我强烈建议您注意一下我要提供给您的方案 第一 我们协助您打造一个您个人专属的线上课程平台 用的是您专属自己的网址 我们负责协助您维护系统的正常运作 第二 建制完成后的开课系统 百分之百是属于您的 我们只收取第一次建制系统的费用 每年我们收取少量的主机租用费 这个租用费包含了维护系统的正常运作 让您不必烦恼系统被害 也不必担心要去处理升级的繁杂工作 这个每年的租用费是为了降低您的工作负担 并不是为了要绑住客户的手段 如果您有能力自行维护 我们也可以直接把网站的原始码交付给您 但前提是您必须有这个技术能力 因为我们没有多余的人力 去提供系统建制的教学 和伺服器维护的技术指导 我们的教学内容主要是着重在 如何协助您销售您的线上课程 而不是维护伺服器这个系统 第三 我们提供网路行销教学的线上课程 协助您在网路上销售线上课程的 各种技巧和专业知识 因为我个人有销售线上课程 7年以上的经验 所以我们会提供专属于您的线上课程 当中会包含这个脸书的行销课程 部落格行销的课程 email电子报行销的课程 Light at行销的课程 YouTube行销的课程 等等这些非常完整的 网路行销的训练课程 全部都在我们的线上教学内容里面 让您随时随地都可以方便的学习 这些网路行销技术 非常适合使用在线上课程的行销 再配合我提供的向上销售外挂软体 让您的销售业绩可以如虎填移 第四我们还提供您如何用最简单快速的方法去制作影音课程 只要15分钟就能够立即学会 而且所有的软体完全免费 最后呢在上架影片到开课平台去 让您自己一个人在家里就能够做好自己的线上课程 第五这个开课平台系统的功能呢 可以无限制的扩充 并且呢内建完整的部落格系统 让您可以掌握搜寻引擎优化的SEO排名优势 让网站早日被Google收入进去 让客户自动来找您 第六销售线上课程的时候呢 常会遇见很多客户询问各种您不曾遇过的提问 比如说线上课程学不会怎么办啊 然后我比较习惯实体课啊 能不能开实体课啊 或者是说客户遇到问题我应该如何解决啊 那你们的网站会不会倒闭啊 那课程可以看多久啊 你们的课程会不会持续更新啊 我没有信用卡怎么买啊 我不是台湾的用户应该怎么买啊 以上这些问题 还有更多更多的问题 我们都会在线上课程里面问您说明 教您如何去回复客户的这些提问 因为这些问题 在我这数年来常常被问到 只要客户满意您的回答 其实就很容易下单购买您的课程 懂得消费者的心理 就很容易让系统自动帮您成交客户 这一切只要透过努力 都可以达成 以下我们来说明一下 拥有个人开客频道的几个理由 第一 看影片的人口大于看书的人口 吸收知识的形态和效率和过去有很大的不同 从这个书店的倒闭和YouTube平台的崛起 就能够明显的感受到 线上学习的风气逐渐成为主流 第二 留下个人数位资产 并且建立永久性的被动收入 你有没有发现很多人忙了一辈子 等到他怀孕了生病了年纪大了体力不好了 才开始惊觉到未来的日子已经不允许自己到处奔波 这时候才想到过往的自己并没有搭建专属于自己的被动收入 如果存款够多的话 也许还可以透过投资理财来度过余生 但是如果存款不足以让自己安心退休 那心理的焦虑将会让人无所适从 但是别忘了 再多的存款也有可能因为投资失利而赔钱 甚至负债 我相信大家在新闻或亲朋好友之间 都已经看过很多类似的案例 所以打造一个零风险的被动收入 将是解决您未来退休的完美方案 年纪越大 累积的越多智慧 我们只要把这些脑袋里最珍贵的智慧传给下一代 就能够利人利己创造双赢 第三 客户没有国界 开课的时间和人数不再受限 只要透过网路 客户来自全球 您可以利用开课平台内建的Blog系统 全力充斥您的SEO 也就是搜寻优化 让客户自动找到您的网站 也可以投放脸书的广告 到全世界销售您的课程 而且没有教室大小和人数多寡的限制 您的客户可以在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报名课程 自动登录上课 还有第四 课程价格自己定价 这是一个专属个人的开课平台 没有其他同业和您去做消价竞争 网站只会卖您自己的课程 不会有其他讲师在您的平台上面开课 除非您自己愿意让其他讲师的课程上架 所有的收入都归您所有 不会有平台上和您拆账分论的这种事情 第五 协助您注册商标和著作财产权 我个人在2016年 就在台湾和大陆注册的 流奶爸三个字的商标权 商标对创作者来说极为重要 如果不及早注册的话 未来您的品牌被别人先注册走了 您反而会被控告侵权 这类事件在社会上层出不穷 提醒各位初次创作的朋友们 为了自保不可不慎 以下有一个案例您可以去看看 这个非常有名的插画家YouTuber 就是因为被他的前经纪公司注册了他的商标 让他创作者本人没有办法再使用自己的作品 第六 线上课程的利润非常高 知识是一种无形但是却具有高附加价值的资产 取得知识和活用知识都必须花时间去学习和消化 融会贯通之后再透过自己的表达能力去交给别人 有的人不习惯使用电脑 只能做实体的教学 受到许多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收入自然就无法倍数的成长 但是学习电脑软体之后你就能灵活制作许多不同教学风格 最大的成本是时间还有部分的软体费用的支出 这远比你去加盟一家动辄百万的饮料店或便利超商 省市省钱而且利润超高 第七很多朋友问到那dropshipping在网路上 听说最近几年不是有点夯吗 但是我实际去了解之后 我有实际去学习在网站之后 dropshipping真的不是很好做 因为他很难去过滤商家卖家的诚信 有些人他收的钱不发货 如果你要不知道什么叫dropshipping的话 你可以去搜寻一下dropshipping 所谓的dropshipping就是说 我今天在卖东西的时候已经有订单了 然后我才向原厂出货 譬如说我到大陆去购买 然后请大陆的供应商直接发货给买家 那如果这个供应商他不是一个很诚信的供应商 有可能会造成这个供应商没有发货 结果买家就对你这个卖家产生了非常大的怀疑 那你的信用就会受损 第八点实体商品很难处理退换 购买和退款的问题 但是线上课程你要退货非常简单 你要退款也非常容易 所以他就不会有这些实体商品带来的问题 也不会有保存期限的问题 其他更详细的课程大概和常见的问答 我就列在下面的文字 如果您还有其他问题的话 也可以教我们的LiteAd直接提问 我是刘海爸 我将会尽自己的一切力量 协助您销售自己的知识 让知识变现不再只是口号 让在家工作的梦想成真 下面我们来回答我之前遇到过的一些问题 第一 如何发想自己该推出什么样的线上课程呢 线上课程其实是书籍的延伸 现代人的时间是碎片化的 看手机的时间远超过看书的时间 其实现在这个时代 大众对知识的渴求并不亚于过去 只是看书的时间都转移到其他各种载具 例如电脑 平板 手机 从YouTube这个平台的成长 就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大趋势 所以我们可以去观察书店的书籍分类 和书籍的销售排行 从书籍的销售状况来选择自己喜欢的主题 并且和自己的兴趣做搭配 就能够找出符合自己的线上课程来制作 譬如说你是一个甜点制作的高手 就可以去参考市面上制作甜点的书籍 或者是国内外的YouTube的影片 观察别人的大纲和内容 你就可以来发想自己的课程规划的方向 为什么不在其他平台开课就好了 一定要拥有自己专属的开课系统呢 建立系统呢 一定要让自己有百分之百的掌握度 别人的平台都只能够当作吸引流量的来源 因为系统若不是自己的 未来会发生什么事真的无法掌握 还记得我一开始说的厂商都有过河拆桥的事吗 还记得雅虎和无名小站平台在2013年关站的事件吗 包含最近Flickr也面临经营的危机 所以如果你将自己的数位资产 建构在别人的平台上 总是有风险的 别人的平台终究是别人地盘 而我们要打造的是终身的被动收入 当然是建立在自己可以 百分之百掌控的系统 利用系统来帮自己赚钱 当然也可以到别人的平台去开课 就好像香奈儿也会在百货公司去设柜 所以道理是一样的 他们有自己的店面 但是百货公司可以帮他带入流量 扩大品牌知名度 达到一种引流的效果 把人群客户再引流回你自己的地盘 自己的平台 线上课程到底可以赚多少钱 可以赚到多少钱 取决于您的销售数量乘上课程定价 简单的说 课程的价值越高 就能够定价越高 破光越多 就能够卖给越多的人 所以要赚多少钱 完全在于您自己的努力 这里我举两个案例来说明 第一个案例 这个人只有27岁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也是蛮激励人心的一个案例 数位时代的这个网站里面有这篇文章 28岁青年专研Python加股市 开课教学生打造选股策略 赚进千万身价 他是在这个哈哈好学校这个平台 这个平台他可以有自己去申请当讲师 然后他们有一些审核的动作 28岁的韩城佑 他课了两堂热门课程 为他带来千万等级的收入 所以他的重点就是 他有7600多名学生 那我们去搜寻一下 用Python理财这个关键词 去找一下这个哈哈好学校 这个网站里面的课程 就是这两个 前面这两个 所以我们用计算机来算一下 39899元 乘以2568 2568人 等于1026万 光是这门课就已经赚了1026万 然后这门课3200乘以5944 3200乘以5944 这边1900多万 所以再加上刚刚的1000多万 加起来已经超过3000万了 所以这个算是一个立即市场 因为过去很多人讲说工程师其实在台湾 工程师的薪水都比国外少 比如说在美国工程师一个月可能可以赚十几万台币 可是在台湾一个工程师可能只有两三万块钱 那做到工程师主管顶多也才领个五六万块 可是如果说你可以自己去开课的话 甚至加上自己的平台网站的话 全部都是卖的是你自己的课程 外面那个收入真的是没有上限 而且可以跨越全世界 真的是很棒的一个案例 第二个案例是百万youtuber揪揪斜鞋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案例 啾啾鞋是谁呢?百万youtuber 目前已经有一百多万的订阅者 啾啾鞋 之前都只有youtuber的频道上面开他的 上架他的影片 那他后来呢在Press Play Press Play就是这个 Press Play这个网站 去开他的线上课程 那当然平台会跟他们抽拥啦 那我要讲的重点是说 他在数学时代也有报导他 就是他这边有讲到说 他之前在youtuber上面有一支影片 叫牛排的血水根本不是血 破了130万 那因为这个影片爆红 所以他的频道就越来越多人订阅 我这个报导是在2018年10月18号 我这个报导 然后他这边有讲到说 一年半以前 最后期的订阅方案在Press Play上线 也就是说在2017年的时候上线 然后创下单月金额 订阅金额超过20万的记录 他很讶异 所以这也是一个案例 就是很多youtuber 他们在youtuber频道上面 大部分都只有赚那个广告点击费用 或者是业配 那比较少人说自己去制作一个 他自己的线上课程 那揪揪写自从到Press Play上面去 销售他的线上课程之后 然后创下单月20万的记录 所以这也是一个蛮激励人的案例 线上课程未来的发展好吗 那在这边我来举一个 Haha获得A轮融资的案例 我们来看一下 那在台湾其实还有好多人没有看到 这个线上课程的趋势 从这个2019年12月12号这篇报导来看 这边讲说Haha这一个线上学习平台 Haha获一亿的台币A轮的募资 那这篇在报导他的焦虑和潜意是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 向上交易平台Haha好学校宣布获得群益的创投 还有益顶创投和查登法人交大私援基金会董事 巴拉巴拉巴拉 将近1亿元台币的投资 这个A轮募资 并将在农历年前完成剩下70万美元 将近2100万台币的募资 整个A轮的金额为400万美金 约1.21的台币 今年就是2019年1月的时候 公布了2018年营收熟度突破亿元大关 很难想象在一个台湾的线上课程平台 说台湾人不多 但是他其实累积了亿元 所以目前其实我身边很多朋友 包含YouTuber有很多人 他们在上课的时候 很多人现在已经选择去上线上课程 而不想要去上实体课程 大家可以感受得出来 因为你要舟车劳顿 地点限制 人数限制 然后还要排除你的时间的困难 排除万难去上一堂课程 到了当地还要找停车位 真的好麻烦好麻烦 那这一篇主要是让大家知道一下说 这个线上学习这种平台 它真的是越来越蓬勃发展 越来越蓬勃发展 从20... 我记得台湾的话 在2015年之后才开始 大家越来越重视 那我个人自己是在2013年 就已经开始把自己的课程线上化了 所以大家要赶快来关注这个线上学习的趋势 然后自己去架设自己的开课平台 把你的知识 透过知识变现的方法 然后卖到全世界去 这真的是一个很棒的趋势 而且是一个让你在家就可以工作的一个方法 另外再举一个实际案例 在香港返送中的这半年多来 线上课程大卖 但是实体课程业绩却一落千丈 线上课程比实体课程好的优点是什么 我不敢说比实体课程好 其实这各有优缺点 以优点来说 影片可快可慢 还能够重复观看 再搭配线上的讨论区 LINE的群组 脸书社团 让客户发问互动 而实体的课程呢 通常只能够在规定的时间 到规定的地点上课 如果上课听不懂 又怕自己提的问题很丢脸 被别人白眼 那你就可能会追不上进度 而且你没有办法重复再去上课 花这么多时间 老师也不一定会重新开课 影片会不会被倒抠 目前的设定呢 可以让影片不被下载 但绝对无法杜绝道路 事实上 现在的手机就能够录影 真的是防不胜防 但是线上课程是趋势 你不做 同业都在做 甚至YouTube 还有一堆免费的影片 跟你做竞争 我们要思考的是 自己的影片价值 真的高到有人愿意 花时间去倒抠吗 那你想想看 为什么微软的系统 一直被倒抠 但是它依然造就了 微软总裁 成为全球的首富呢 试想看看 我们如何让危机变成转机 倒抠到底是一种 增加知名度的机会 或真的会因此 而让您遭到极大的损失呢 而那些购买倒抠课程的人 也没有管到和您在线上讨论 他们真的愿意购买吗 在销售文案中 只要写清楚 购买正版的价值 才会享有后续的服务 其实愿意购买倒版的人 真的不多啊 我在业界已经有知名度了 线上课程卖不好 面子挂不住啊 所以你更要使用 个人专属的开课平台 因为这不是市面上 多人开课系统 这个平台上呢 课程只有一个讲师 那就是你自己 网站上也不会秀出购买人数 并不会有人知道 您卖了多少个客户 而且还可以与您的实体课程 相辅相成哦 在实体课程您可以推广您自己的线上课程 比如说让实体课程的学员可以在有限的时间内 再来观看线上课程做复习 我们的开课平台还可以设定登录课程的期限哦 开课平台有没有部落格功能 让客户因搜寻而自动找到我 有的而且非常好用 因为我们的开课平台是用 WordPress 为基底打造而成的 而 WordPress 就是以部落格系统起家的网站软体 全球目前有35%的网站平台都是由 WordPress 打造的 它内建的 SEO 超强设定功能 让网站容易被搜寻引擎找到 我们更提供您如何强化 SEO 的设定 教学和文章撰写的技巧 让您的网站一天之内就能够被 Google 收录 我们在教学里面也会教您 可以当成我的官方网站 或者是任意变化版型和内容吗 完全可以 一开始我们会给您一个预设的版型 您可以根据我们的线上课程教学影片 自己去设计成自己的排版 还有修改的内容哦 除了贩售线上课程 我能够在同一个平台上贩售实体的商品吗 可以 新增线上课程和新增实体商品 在后台上的上架商品的时候 会有两个不同的入口 当客户购买线上课程的时候 不能够更改数量 因为这没有意义 完成付款之后 就能够自动开通它登录的账号 但是如果是购买实体商品的时候 就可以修改商品的数量 完成订单 并且付款之后 管理员就可以准备出货寄送了 这个也是一般线上开课平台 没有办法做到的功能 假设您要卖的是命理课程线上影片 也能够同时销售实体的幸运小物 但是一般开课平台 它就只能够卖课程 不能够卖实体商品 那一般卖实体商品的平台 它就不能卖线上课程 但是我们两种都可以 我销售实体的保养美妆用品 适合使用开课平台吗 保养美妆用品涉及许多专业知识 如果您的产业会因为您的专业形象 而提升您在客户心目中的信任感 那么开课平台就非常适合你 因为客户信赖您 称呼您为老师的时候呢 您推荐的商品 客户的购买意愿就会很高 如何自制影片课程 会很难学吗 录制影音课程有很多种方法 比如说第一种 真人入镜搭配字幕 第二种 录制PPT的简报画面 第三种 同时录制真人和简报的画面 第四种 就是用传统的白板和真人同时录镜 那我们会教你最简单 最快速以及最好学的方法 让您学会以上第三种方式 就是同时录制真人和简报的画面 这个简报就是PPT的简报 例如说用PowerPoint做的简报 把电脑萤幕这个简报 把它录制起来 然后同时配上你的真人 当然 如果您不想要真人入镜 那也可以不要露脸 就秀出这个简报的内容就可以了 这个方法呢 只要在自己的房间 录制教学的影片 轻松自在 没有人干扰你 也不需要去租用昂贵的摄影器材 摄影棚 只要一台笔电就可以了 目前有许多的开课平台 我有什么竞争优势吗 首先我们来说明一下 SEO的重要性 所谓的SEO就是搜寻情优化 那这些SEO做得好的网站呢 就是让陌生人在搜寻关键字的时候 让你的网站出现在搜寻结果的第一页 有效的提升免费曝光的几率 然而 SEO要做得比别人好 其中一个关键因素就是 你的网站流量比别人高 如果你的课程建构在别人的平台 把所有的流量都送到别人的平台去 那就等于在帮别人抬轿 对你自己一点帮助也没有 而且别人的平台还有其他的讲师 如果你在群发email或是群发简讯 或是群发LINE的讯息的时候 为了让大家看到你的课程 然后你就把你的这个网址贴出去 让别人连接到别的平台的网址去 让大家看到你的课程 那这样就等于把你的人脉 全部都送到了别人的平台去啊 而且还让你的客户看见了其他竞争对手 因为他们也在别人的平台上面 这是很多人没有想过的问题哦 而目前呢 类似这样子众多讲师 集中在同一个平台开课的状况很多 最大的缺点就是 没有办法建立你的个人品牌 因为那些平台都是别人的 你只是众多开课老师的其中一个 就好像雅舞拍卖啊 露天拍卖啊 虾皮拍卖啊 如果你只是拍卖平台上面的 其中一个小卖家 那只会被当成比价的对象 很难让消费者对您产生印象和信任感 所以你会发现这几年来 有很多的企业或个人 都倾向于自己独立开设网路商店 拥有自己的品牌电商 所以线上开课的系统 未来势必也会有许多讲师 逐渐了解经营个人专属平台的重要性 等到那个时候啊 竞争就更激烈了 所以现在马上切入个人专属平台开课 是最好的时机点 早日建立自己专属的系统 才是拥有稳定被动收入的长远之计啊 大家都教一样的东西 我该如何胜出呢 对于还没有任何知名度的老师来说 你必须先找到立基市场 以及您的热情所在 并且搭配您的成功经验 比如说 你的朋友最常向你咨询的问题是什么 这就代表你的专业 然后呢你可以再到Google Train Google趋势网站去搜寻 你想要教学的课程关键字 或者呢你可以上关键字的分析网站 例如有个免费的 蛮好用的Uber Suggest 或者呢是到同业的平台 例如说像哈哈啊 油塔之类的啊 看看哪些课程是最热卖的 参考一下竞争对手啊 再结合您的专业 就可以找到适合你开课的项目哦 下面呢我随便举几个课程范例 供应参考一下 比如说保险的理赔专业知识 珠宝的鉴定专业知识 开车的教学 买中股车应该注意什么样的事情 如何用程式去选择股票 语言的教学 口语的表达 业务销售技巧 中股物的买卖 德州扑克 塔罗牌 命理 健身 料理 彩妆 电脑软体 素描 写声 还有书店里面看得见的所有书籍 都是可以开设线上教学课程的题材哦 我们在课程里也会制作相关的影片来提供您 如何去选择您可以制作的教学项目 线上讲课的方式和实体课程不太一样 有没有什么技巧应该精进的呢 首先我会建议你 第一 你要强化PPT的制作技术 比如说简报的动画和转场的技巧 去吸引客户的关注 还有促进客户的理解 第二 你可以用逐字稿 去弥补口才的不足 如果你看到镜头就会不自在的话 那你就可以用读稿机去改善这个状况 我们也会在课程里面 教您如何使用免费和付费的读稿机哦 第三 拥有独特的教学观点 你去想想看 全国有这么多的英文老师 为什么阿迪英语 还能够成为百万YouTuber 受到大众的喜爱呢 可见啊 每一个行业看起来好像都已经饱和了 但是其实重点是在于 你是否有足够与众不同的特色 那我们这个线上开课平台适合哪些对象呢 如果您是程式设计师 工程师 医师 律师 护理师 讲师 甚至全职妈妈 或者面临退休年纪的专业职人 任何拥有专长 想要在线上开课的人 您就可以因为拥有这些专长 让您可以在家里工作 拥有持续性的被动收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